我前幾天剛好在YouTube上面看到有一個說說的節目 他介紹了一本書叫做《每週工作4小時》 那我想這個書名應該是很吸引人 因為如果你一個禮拜真的只要工作4個小時的話 那應該是很多人會覺得非常開心非常爽的事啊 那在這個書裡面他提到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盡可能的去排除掉一些我們非必要的工作 可是像我們這種上班族 我們的工作都是我們的上級我們的主管交代的 那哪有什麼工作可以排除啊 但是這一陣子啊 我仔細觀察了一些我身邊的同事 我發現還真的有蠻多的工作是可以排除掉的 那如果你有相同的問題的話 那今天的節目就一定不要錯過了 哈囉謝謝大家再來看我 這裡是人生實驗室 我是科學X博士 剛剛提到啊 我看到另外一個說書的節目 在講這個每週工作4小時這個節目 裡面提到一個重點就是我們要排除掉我們生活中 沒有一定要做的那些工作 可是回頭看看我們上班族啊 我們的工作都是主管交代 老闆交代 上級交代 就算有些事情明明看起來可能覺得沒有那麼有意義 做了可能做白工 那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把它避免掉呢 我是個太空科學博士 但是我不管碰到什麼事情啊 我都喜歡用一些邏輯跟理性的方法理出一些頭緒 然後呢 有條不穩的把它解決 我最近啊 認真思考了這個問題 同時也觀察了我身邊的一些朋友 欸 我還發現真的有很多工作 不只是做白工 而且這些做白工的工作 真的有機會可以在事前避免 那我現在就舉幾個例子給大家聽聽看 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在幫公司辦活動 那這段時間裡面呢 他幫公司辦的那個活動是在晚上舉辦 也就是下班之後 他們公司在公司以外的地方辦了一個餐會 好啦 那當然啊 在上班的時候呢 我們在公司裡面 理當應該會有這個保險 如果說我們在公司裡面出了什麼意外的話 會有得到應該有的理賠 可是呢 我朋友辦的這個活動在晚上 是一個類似是韋拉的餐會 所以呢 他的同事就問他說 欸 請問一下啊 我們參加這個餐會是在下班之後的時間 而且呢 這個場所是在我們辦公場所以外的地方 那如果去到這個地方的過程中發生意外 或是在餐廳裡面發生一些問題的話 那保險有沒有包含在這個裡面呢 那我朋友就碰到這個問題啊 於是呢 他就開始請教很多的保險專家也好 人事專家也好 尾牙算不算在這個猜勤時間裡面問題通通搞懂 然後呢把這個問題回答給他的朋友 我們說啊 這個事情 雖然我的朋友他主要的工作是在辦理尾牙這個任務 可是保險絕對不是他的專長 所以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幫這位同事去解決這個有關於保險相關的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看剛剛說的 這個工作是不是一個可以排除掉的工作 首先呢我們可以從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 今天問我朋友的這個同事說 欸請問一下去吃尾牙有沒有保險 去吃尾牙的這個路途上有沒有保險 那我問你 如果沒有保險的話 是不是你就不參加尾牙了 如果去的路途中沒有保險的話 那你會不會影響你參加尾牙的決定 不會嘛 就算是有保險也去參加尾牙 就算是沒有保險還是要參加尾牙 那既然兩個答案都是一樣的話 那為什麼要特別去回答這個問題 也不用特別花時間去查這個問題啦 那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既然是個公司啊 每一樣事情一定都有它的規定 跟它的道理所在 就算你今天沒有搞懂 今天到底去吃尾牙的路上 跟去吃尾牙的餐廳有沒有保險 這個問題即使你沒有去問 這個問題即使你沒有搞懂 它有保險就會是有保險 沒有保險就不會有保險 有沒有保險的這個問題 並不會因為你提了這個問題之後 而有所改變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何妨是不是能夠覺得說 我等到真的有意外發生了 真的需要用到保險的時候 再來去把這個規則給了解 那是不是比較節省時間呢 那再回到我這個朋友的立場 他覺得他是個活動主辦人 那有人來問他活動相關問題 他當然是有義務要回答他啦 可是想想看啊 我的朋友是辦活動的承辦人 他並不是保險專家 所以如果他的同事真的想要了解 參加公司以外的場地所辦的尾牙 到底有沒有保險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請這個同事 直接去請教他們公司的人事 人事對於這個保險的問題 應該有更多更多的認識跟了解 總比他花很多時間去找這個答案 來的更省事更方便也更直接的很多 這就是我說的可以排除掉的工作 可以節省下來的時間 我這邊再舉另外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也是一樣有個朋友 他們公司剛好要舉辦一個記者會 所以他們團隊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團隊 每次長官只要有事情一交辦下來 立刻就會全體總動員把那些 不管是長官有想到的 或是長官沒有想到的 大大小小的事 每一件事情都做得最妥善的安排 那既然是記者會 那想必就要有一個人來主持 記者會這個活動的流程 於是他們的同仁裡面工作小組裡面 就有一個人要負責來找主持人 這個主持人是外聘的 於是他就開始找很多合作過的主持人 或者是公關公司 花了很多時間精挑細選 同時也揣摩了上級跟上司的想法 選出了一個主持人 覺得說如果我們請這個人來主持這個節目的話 那長官們一定都會相當滿意 好啦 那花了很多的時間 花了很多的精神 把這件事情圓滿的辦好之後呢 準備要跟這個長官做一個簡報說 我們為這個記者會 到底準備了工作 準備到哪些階段 就沒想到啊 長官到那個時候忽然來了一句話說 我們這個記者會啊 可能要不同於以往 我們要稍微低調的舉行 所以呢 也不用大費周章的去外面請主持人 我們自己有一個人 當作思議的角色 把這個活動給帶過去就行了 於是乎啊 我原本那個花了很多時間 在找主持人的那個朋友啊 他就做了很多白工 浪費了很多時間 我們現在再來想想看啊 這個浪費時間的工作 這一段白白花掉的時間 有沒有可能在事前 就做好一個預防的動作 讓自己不會有這麼多做白工的機會 平常人啊 我們接受到一個任務的時候啊 都會想說 我要儘可能儘快的把它給做好 假設說 我們今天有五天可以準備的時間 那我在五天的時候 如果我有些工作可以先做的話 我可能期待 我的第一天第二天就把它給完成了 那這個時候自己想想看喔 如果說找主持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而我自己有信心可以在三天之內 把這個主持人給找出來 那你要選擇在這個五天準備期的一二三天找主持人呢 還是在三四五天找主持人 這個時候如果我從我現在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我要說的答案是什麼 如果你在一二三天裡面花了很多功夫找主持人 而在第五天之後跟主管匯報 主管有沒有可能說 哎呀 我們今天這個活動忽然不需要主持人 這個原本找的主持人就不合作了 有可能嘛 可是你今天是有信心在三天之內可以找到主持人的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工作暫緩 那你今天時間從第一天第二天 進行到第三天的時候再開始找主持人 而第五天的時候去回報他 沒準如果在第三天或第四天的時候 主管來個命令說 我們這一次的記者會要盡可能的低調 從同事裡面找一個人當司儀就好了 這段工作這段時間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省下來了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最容易浪費時間 最容易做白宮的工作 就是跟設計跟美邊相關的工作了 怎麼說呢 這個美啊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東西 而且它很難傳達 所以不管美邊人員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都有可能被否定 都有可能做到大家覺得不喜歡 好了那今天可能公司要辦一個活動 老闆就指派每天說 我們這個活動要麻煩你設計一個主視覺 設計個海報 同時為這個網站設計個橫幅 那就給你五天的時間來做這件事 最好給我三個版本讓我來選 好了那每邊回去就花了半天 想了三個主題 想了三種不同的思考方式 然後呢設計出三個版本 拿去給主管看 結果呢我們來預想一種情形 主管看到之後覺得說 嗯這個第一個設計好像有點太卡通了 第二個設計感覺好像又不是那麼莊重 而第三個 好像這家你看過跟別人的重複性太高了 這三個可不可以都通通拿回去 重新設計一下 於是乎每邊在這段時事裡面所做的工 又變成白工 所花的時間又是平白浪費掉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啊 最好能夠在溝通的時候啊 就白紙黑字的寫下來 跟主管講清楚說 請問一下主管 你喜歡的風格是怎麼樣的風格 是科技感 穩重 文清風 等等的 當然很可能主管說不清楚啦 所以這個時候啊 如果每邊能夠先從其他的圖庫也好 或是網路上搜尋到的結果也好 把一些範本帶去給主管條說 你喜歡這個的樣子 喜歡那個的樣子 你喜歡這種的風格 還是喜歡那個的調調 把這些東西都確實的用文字畫給寫下來之後呢 根據這個文字畫裡面的內容 確實來做設計 那等到今天設計出來之後 主管人又說 這個怎麼看起來這麼幼稚 這個怎麼看起來這個太過於小孩子氣 這個時候每邊是不是就可以理直氣壯的說 當時你不是挑了這個例子嗎 當時你不是說這個很可愛嗎 那我們就照著這個風格來設計啦 那是不是可以就有機會 幫每邊節省下一些時間 這雖然說啊 上班族的工作 就是不斷的接受老闆的命令 主管的命令 上級的命令 他們叫我們做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但是啊 如果能夠在這個過程中啊 稍微的加入一些自己的判斷跟想法的話 不只可以讓工作進行的更加順利 同時也能夠節省更多時間 讓我們的工作更有效率 好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同時也覺得今天的節目 真的有幫助到你的話呢 那真的希望你能夠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科學X博士的頻道 同時把這個節目 分享給你身邊那些浪費很多時間 做了很多白宮的朋友 讓他們一樣可以受到這個影片的幫助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個地方囉 拜拜